大家好 我是翟軒 財經大白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趕快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賺大錢 歡迎回來財經大白話 台灣人愛買保險是全球之冠 不管是父母親 在這個小時候投保的保單 或者是出社會後 自己買的保單 其實有很多妹妹嘎嘎要注意 今天我們就來談 這個人生中的第一張保單 而講到這個第一張保單 其實很多人就是小時候爸媽買的 但是你知道說 現在還有一種保單 是幫肚子裡的寶寶 胎兒設計的專屬保單嗎 我們就來請教一下 現場的四位來賓 如果你自己或是身邊的朋友 有買過這個負嬰險的 請舉圈 好 所以 這個侍聰哥 有聽過周遭有人買這個負嬰險 有 有 因為我有一些朋友 在前幾年的時候 他們的這個要生小的時候 年紀大概都是30 快要必近40歲 那他們可能也擔心說 會有這個生小的時候 會有一些後遺症 甚至小孩子會有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他們當初就有保了這個險 但是根據保了這個險 後來的結果來說的話 我們聽了這個 因為我們一開始 也沒有聽過這個名詞 後來聽過的時候 我才覺得說這個險 貴鬆鬆 保留 保留 好 燕麗姐也有周遭有人買這個 對 我一個朋友 情況跟四聰通的情況滿類似的 主要是因為 不同一個人 他其實就是那一年懷孕的時候 他已經3637歲了 然後他那一次懷孕的經驗 不是很好 因為後來寶寶 就是在產檢的過程當中就發現 有一些先天性的一個疾病 那醫生就跟他說 那既然生下來 繼續存活的機率不高 不如直接做流產的動作 所以後來他就把 就選擇放棄了 孩子就不在 那一次之後 他的保險業務員就建議他說 因為他還是沒有寶寶 所以他的保險經驗就建議他說 那你下次要懷孕之前 你要不要先保一個負嬰險 那起碼萬一發生任何的 一個狀況的話 可以有一些理賠 那我的朋友 其實收入一直都很不錯 所以他後來就真的保了 這個買了負嬰險 然後他也順利的懷孕 那當然就是我覺得 總是有任何的意外 之前有意外 可是他這一次的懷孕過程 就沒有任何意外 孩子健健康康的生下來了 然後現在也長得白白胖胖 所以你要說他這筆錢白花嗎 但我認為他至少他起碼當時他是心安的 然後買了一份這個 讓他不是那麼焦慮的一份保單 這就像寬哥講 保險最重要的精神 就是不要用到最好 對 就最好被用到最好 好 那我們就來請教一下鳳和哥哥 就是我們剛剛聽到這個負嬰險 其實這個負嬰險 大家很多人可能從字面上面來解讀 就是說是不是就是懷孕期間 保險這個媽媽跟寶寶 是這樣子的定義嗎 這個負嬰險 我們按照名詞上 就是婦女跟嬰兒對不對 這個基本上解釋的方向是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我們買保險的時候 我們還是不能只看名稱 我一再強調 你千萬不要看名稱買保險 婦女險 婦嬰險也好 婦女險也好 這個名詞取得是太好了 因為台灣有一半的人都是婦女 對不對 所以真的那一半的 而且這一半的婦女 大部分可能會懷孕 懷孕現在又很晚婚的狀況之下 所以說婦嬰險在年紀大的婦女 一懷孕的時候他就開始焦慮 他開始焦慮 會有很多的問題出現 這個是保險公司推出的婦嬰險 其實鄭重 鄭重婦女同胞的內心 但是問題是婦嬰險 名詞就是因為太好了 注意名詞只要很好聽的名詞 你注意看保險公司賣的婦嬰險 他一定不會只賣純的婦嬰險 等一下我會介紹什麼叫純的婦嬰險 他一定會把那個還本的概念 還有儲蓄的因子 通通給他加進去 而且可能有時候一腳腳20年 為什麼會這樣子 我們先再回過頭來解釋什麼 叫純的婦嬰險 純的婦嬰險大概就是保媽媽的 一個可能五年六年的 一個定期壽險 媽媽的 因為這五年六年定期壽險 之後你就是生故 買一百賠一百 嬰兒大概是賠什麼 嬰兒這個是賠什麼 生下來之後有一些先天性疾病 但是要注意到 不是所有的先天性疾病都會賠 一般的公司大概只列出 大概七項八項九項而已 除了這七項八項九項之外的 先天性疾病 也不在理賠的範圍 所以說買這個婦嬰險 你一定要第一個要買純的 第二個你要買的過程當中 你要注意到小孩子的先天性疾病 到底是哪些 這個是兩個重點 但是問題存的不好買 還是跟我們一般那個保險一樣 存的不好買 據我所知道 目前市面上真的存的負嬰險 一家 一家公司而已 因為早期的時候 我有跟他們配合過 確實那家存的負嬰險 大概一年一次繳兩萬塊錢 兩萬多一點點 等生完第一個OK了以後 第一個不管是早產 不管是順利的 他會再退一萬塊錢給你 他會再退一萬塊 剩下一萬塊錢 因為生下來大概小孩子都OK了 OK沒問題了 退一萬塊錢 然後生下來這一萬塊錢 保媽媽的 大概五年 六年 七年的這個 定期的受險 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個叫純的 大概實際上只花一萬多塊錢 一萬多塊錢 但是如果說小孩子有畸形 或者怎麼樣 他就可能是買一百萬就賠一百萬 那要符合他的但書 天天性疾病 那沒有的話就是退一萬塊 剩下一萬塊繼續保媽媽 這個叫純的 各位聽到一萬塊錢 實際上大概一萬塊 一萬多 不貴對不對 可是你們買的負嬰險 不對 就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現在市面上 其實有很多是環本的 三年環本 因為小孩子生下來 三年以後要上幼稚園 要給他做 雙語的幼稚園 要有學費 所以說你現在開始給他純 好像也對 當然六歲以後要上小學了 要三年環本對不對 三歲 六歲 六歲要上小學的時候 又跟你講 你要上什麼私立學校 要客服班 又要有個學費 所以你現在開始幫他存錢 其實這個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這種環本的 因為我好不容易懷一個小孩 對不對 然後這個小孩一定是寶貝 連大家都會想說 一定開始給他存教育基金 然後你直接給他存教育基金 好像就覺得怪怪的 又好像儲蓄險 乾脆我把這個儲蓄的概念 給他偷偷的灌在這負因險裡面 等於說變相的儲蓄險了 名稱不是儲蓄險 可是實際上就是儲蓄險 所以他把這個東西給灌進去 那保費當然相對的就貴很多了 對 因為我們之前有講過說 保險歸保險 儲蓄歸儲蓄 他現在就不用儲蓄這個詞 用環本放進來 其實是同樣的概念對不對 市面上那個負因險 目前大概有很多家保險公司 大概九成都是在推這種 環本型的或者儲蓄型的負因險 所以各位還是在網路上找一下 還是在網路上找一下 副格會不會有一個問題 現在台灣的平均 因為我們平均結婚 內政部的資料 已經34歲多 女性 然後出生小孩 過去的定義是35歲 就是高齡產婦 可是現在第一胎生小孩 全國平均36歲多 可能就是說 我每次看到那種唐氏鎮 那一支那麼長的針 要刺進媽媽的肚子 那8000塊錢 好恐怖 很多很多的檢查 負因險有沒有 這個沒有 這有沒有任何保單可以理賠的 他們不是包三包會 沒有一個包 高齡產婦我們會想說 很多檢查都很花錢 那他是不是可以幫我們補貼 基本上沒有 沒有一種保險 是包三包海通通都有的 那負因險他的保險 他一定會列出理賠項目 我剛剛就講過 媽媽是保七 可能七八年的定期受險 小孩子你就保先天性 五樣 六樣 七樣 先天性疾病 剩下沒了 剩下沒了 所以說你不能又想 什麼又要唐氏症 又要羊膜 又要絨毛 通通都有 你還生產的時候 還要去坐月子中心 通通都有 沒那麼好的事 沒那麼好的事情 那這樣換句話說 他這些沒有含在其中 那真的還有買這個 負因險的必要性嗎 其實我覺得說 大家買純的話 我覺得是OK的 因為你怎麼買2萬退1萬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個一花1萬塊 就好像燕音一講的 真的是買個新 因為1萬塊 說多不多 說少不少 是OK的 或者是有先天家族性遺傳疾病的人 對 你就算怎麼樣 你買純的 大概就1 2萬塊錢的事情 是OK 可是你買 他是不是有限制 就是多久 媽媽七年 多少前天之內就要保 大概媽媽七年 多少 大概女孩子 大概45歲以前的懷孕 都還可以投保 那28週以內 28週以內 你不能說我到了38週 38週要生了是不是 我是比較沒有概念 差不多 30週那就不行了 一定要28週以內 大概媽媽要45歲以前 這個時候你要買這個是還OK的 超過了這個時間通通都不行了 那個真的是不是高齡的 那是可能危險年齡了 所以說這個投保的時候 也要注意一下 但有沒有50歲懷孕的 還是有 有 之前長甘就有 還有70幾歲懷孕 70幾歲 70幾歲應該沒有保險公司 那個叫做乃嬰險 乃嬰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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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下一段 我們就接著來看 所以其實有很多小資族 跟社會新鮮人 他們就很煩惱 就說我的預算很有限 那如果我就是有限預算 有一個次序來排序的話 我到底應該要怎麼樣取捨 哪些保險應該優先來購買 馬上回來 財經大百話 財經大百話